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 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 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 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 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 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 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 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 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 在20年后的今天 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 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 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 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 帮您走出谎言 2001年1月23日 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 企图删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 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 2002年1月 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 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 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维火》 2003年11月8日 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圣誉 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 影片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 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 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 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 在2002年3月5日 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 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 超过10万观众观看 随着消息的传开 观众越来越多 人们互相打电话 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 人们走到街上庆祝 禁令结束了 法轮功平反了 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 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 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 但江泽民听到之后 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 杀无赦 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 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 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 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 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 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 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至死 两人失踪 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 被非法判刑19年 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 含冤离世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 法轮功真相系列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 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 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甘肃金昌86岁老人被多次骚扰 家人受要挟 屡遭迫害 广东茂名七巡老太被非法开庭 山东泰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抄家 山东烟台国保警察迫害法轮功学员被举报 据明慧网报道 甘肃省金昌市宁远镇龙锦村法轮功学员 86岁王成堂老人和子女 近日受到当地镇政府及村书记骚扰 逼迫老人放弃修炼法轮大法 被老人及家人拒绝 2020年10月23日 王成堂的儿子接到了村书记刘国双的电话 让去宁远镇 见镇书记吴金章等三人 他们要挟他劝父亲放弃修炼 王成堂的儿子表示 我父亲修炼法轮功身体很好 我代表不了父亲 这是他个人的信仰 镇政府的人说 如果你父亲不放弃修炼法轮功 不再不练功的保证书上签字 我们会采取强制措施 给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打电话 扣除你父亲的生活费 因为王成堂是退役军人 曾经当了八年义务兵 还打过仗 11月10日10点多 宁远镇书记吴金章又来敲王成堂老人家门 片开门之后 跟随他的五个标形大汉 一拥而入 其中一人闯入老人房间 另外四人把老人的女儿按住 强行抬到车上 拉到村委会的院子里问话 老人女儿说 练法轮功没错 修真善忍没错 从2020年10月23日到11月10日 18天里 王成堂老人及家人 共受到六次敲门骚扰 这些人每次都谎称是普查人口的 据明慧网报道 广东省茂明市72岁的 法轮功学员罗基老太太 2020年8月10日 在杨角镇市场向民众发放 法轮功真相材料时遭绑架 11月24日上午 罗基被茂明市茂南区法院 非法开庭 参与诬告的是茂南区检察院 罗广僧 2020年8月10日上午 罗基在茂明市杨角镇市场 给了一位老先生一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 被跟踪的便衣抓住 便衣很快通知了茂南公安分局和河东派出所 茂明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人员李杰 带着警察 强行给罗基戴上手铐 拉到茂明市河东派出所 警察给罗基强行照相 翻他的皮包 搜走了他身上戴的62元钱 距离开庭时间前 派出所610警察找罗基谈话 逼迫罗基签不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叔 罗基拒绝 警察威胁说 不签就起诉你 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 在2000年10月至2015年11月的15年间 罗基因为上访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以及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 被公安机关绑架八次 被送去强制洗脑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 遭受多种酷刑折磨 包括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 强制怪食等 原本修炼法轮功身体非常健康的罗基老人 经屡次遭受迫害 目前出现头疼 头昏 目眩 行走困难等症状 据明慧网报道 2020年11月24日上午 山东省泰安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非法抄家 警察撬门破锁后 更换新锁并拿走一套钥匙 以便以后随时进入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家 泰安市化肥厂退休职工谢清凌 各体业主高芳强 裴凤琴 退休职工张力霞 贾元贵等法轮功学员 因在泰安市梁庄镇向民众赠送法轮功年利 被四辆警车劫持到泰安市泰山区三里派出所和南关派出所 将她丈夫李存国绑架 家中所有法轮大法书籍 电脑 打印机 法轮功真相资料等物品被抢掠一空 当时在场的客人杨慧霞也遭绑架 下午6点 法轮功学员米培霞去谢清凌家找人 也被正在抄家的警察绑架 第二天上午 泰山区国宝大队与泰山区多个派出所几十个警察分头行动 同时将带到安社区居住的法轮功学员周敏 以及花园小区居住的法轮功学员赵盛文将爱凤绑架 并非法抄了他们的家 据明慧网报道 山东省烟台市法轮功学员王丽女士 2020年11月11日 打公安部举报中心电话12389 举报山东省烟台市支服区公安分局国宝大队侯光明 张春杰等人对他的迫害 王丽说 2020年10月28日早上8点30分左右 支服区公安分局国宝大队侯光明 张春杰两个副队长 带着六七名便衣警察来到我家 肆无忌惮地乱翻 他们抢走我的电脑 打印机等物品 并把我绑架到夏阳街派出所 下午两点多钟 他们把我关进审讯室 三个警察把我架上审讯椅 又把我的双手双脚靠住 在派出所的13个小时 我的双手双脚被靠住不能动 夜里11点多 他们把我放了 我回家后得知 他们又骗我女婿交了1000元钱 在一张非法的取保候审单子上签字 误件我的罪名是所谓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王力说 我拨打举报电话是根据宪法第41条规定 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 控告或检举的权利 据明慧王统计 迄今为止 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0人 但是由于信息封锁 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四城市圣诞游行并获褒奖 皮尤最新研究报告指 中国宗教信仰限制全球最严重 2020年11月下旬 新西兰进入一年中气候最宜人的季节 每座城市 每个小镇 大大小小的社区 都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圣诞游行 从2020年11月21日到28日 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奥尼洪加 奥雷瓦 曼努雷瓦及旺阿雷市四个城市的四场圣诞游行 法轮功团体获得了旺阿雷市最佳游行团体奖 游行所经之处 当法轮功队伍出现时 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身着蓝白相间的传统服饰的天国乐团英姿萨爽 演奏着雄壮的乐曲 妖鼓队和舞龙队的表演让观众目不暇接 携有法轮大法好 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 传递着美好的信息 人们称赞法轮功团体 是游行队伍里最出色的 有的观众还何时鞠躬表达敬意 新西兰国会议员拉达克里·西南 同时也是新西兰社区和志愿部 多元文化民族社区青年事务部部长 他也带着自己的花车队伍参加了这次游行 他说 天国乐团的表演太精彩了 我非常喜欢他们的服装 太美了 作为民族社区部长 我很高兴能见到多元文化 也很高兴各个族裔社区参与其中 当得知天国乐团成员都是法轮功学员时 他开心地说 我祝愿他们一切都好 曼努雷瓦区游行的组织者之一 布罗德·摩尔先生说 法轮功团体是我们今天整个游行中 色彩最丰富 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 真是太棒了 我们的社区能有这样一个团体 真是太好了 布罗德·摩尔先生还说 我看见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的旗字上写着 真 善 忍 我一读到这三个字就感觉棒极了 我对此非常赞同 对于当今这个世界来说 这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信息 也是所有人应当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的理念 在地区政府部门担任经理的约翰说 天国乐团非常出色 各式乐器齐全 这一切都让人感受到他们带来的强大能量 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11月10日 公布了关于政府对宗教信仰限制的最新报告 报告中提到 在研究覆盖的198个国家和地区中 中国是宗教信仰限制指数排名最差的 其限制程度是自皮尤研究中心2007年开始进行这方面追踪研究以来最严重的 法轮功等宗教团体受到禁止 皮尤研究中心是美国一家独立 无倾向性的民调机构和智库机构 建立于2004年 总部设于华盛顿特区 该中心对于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问题 态度与潮流提供信息资料 该报告显示 世界范围内 政府对宗教的限制达到自2007年开始追踪以来的最高水平 56个国家在2018年达到了高或非常高的宗教限制水平 而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宗教限制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 报告中指出 在皮尤的政府宗教限制指数中 中国排名最差为9.3 而严重程度的最高值为10 中国的宗教限制包括禁止法轮功等宗教团体和一些基督教团体 中共当局禁止很多宗教活动 袭击礼拜场所 拘留和折磨宗教信仰者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 已达到3亿6839万 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 大选中的十月革命阴影 利用媒体制造仇恨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0日 中国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在中共的教科书中 十月革命被描述为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次尝试建设公平正义 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 然而 在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史学界还原了真相 所谓的十月革命实际上是一场非法的政变 目前这一观点已写进了俄罗斯的课本 历史在某一个阶段或许会黑白颠倒 但是众目睽睽之下的恶行 终究是直立暴不住火 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1917年俄国沙皇退位 政权转移到临时政府 这个临时政府是由国会依据宪法组建的 俄国或许可以从此走向一个正常的宪政国家 然而 当时列宁从德国获得5000万金马克的支持 回到俄国秘密策动政变 当火车开进彼得堡的芬兰站 车门从外面打开后 列宁惊喜地发现 外面竟然有一大群欢迎他的人 他当即发表了演讲 提出了和平于面包的口号 列宁充分利用了从德国人那里源源不断送来的金钱 一下子就办了40多种刊物报纸 大肆鼓吹平等自由 声称打烂就秩序鼓吹积极仇恨 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真理报 成为主要的舆论工具 影响了刚刚获得自由的大量的工人 士兵和市民 由于其他任何一个党派没有这样的资助 报纸就没有那么大的发行量 所以也就对当时的社会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俄国临时政府察觉正在发生的阴谋 通过调查拿到了确凿的证据 于是下令以抓捕俄国间谍的名义通缉列宁 正是这种情形下 列宁发动政变 当时进攻东宫就是一支不到2000人的波尔什维克武装人员 占领了彼得哥勒全市的战略据点 部分武装人员采取了逼宫行动 阿弗洛尔巡洋舰没有实弹炮击 只是发射了一发礼花炮弹 然而 由于主张民主自由的俄国临时政府均被虚弱 所以没有进行任何抵抗 同时被列宁掌握的媒体左右了社会的舆论 提出结束战争 给民众和平和面包的口号 这样 列宁共产党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俄罗斯临时政府当时没有任何防御力能抵抗那场革命 这就是所谓十月革命的真相 列宁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 承诺给人民自由、土地、属于农民、工厂、属于工人等各式各样口号 但是根本就没有兑现 民众在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就立刻感到被欺骗了 1921年上半年 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 都被列宁执政党认为是制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 1922年 列宁更加肆无忌惮地扼杀任何的言论自由 那些用德国基马克创办的媒体虽然替列宁制造舆论、操纵民意 但是最后这些媒体的鼓吹手都被列宁流放地流放、屠杀地屠杀 因为独裁者最不放心的就是曾经用来镇压民众的工具 这些工具会反噬其身 1918年到1922年2月 列宁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契卡得到指示是 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 只让他们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 就能决定这个人的死活 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 当时契卡杀害了将近200万的俄罗斯人 同时 列宁执政党迅速推广同性恋合法化 女权运动、裸体运动等等所谓的民主自由政策 这些吸引了大量的城市游民、流氓无产者 从而布尔什维克拥有了可以和传统东正教力量较量的资本 2016年1月 在纪念列宁死去92周年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列宁的思想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 它就像是被安放在俄罗斯大厦底下的核弹 后来这枚核弹爆炸了 至今 这场给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非法政变 也就是所谓的十月革命 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 但是共产主义的鬼影并没有随着列宁的死去而销声匿迹 再来看看2020年10月 美国大选的十月惊奇里 不难看到当年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子 激进民主党拜登实力和当年列宁发动所谓十月革命 并且建立苏联的手法高度一致 注重宣传 占领舆论阵地 制造仇恨 早在2016年川普总统就任时就说过 我们相信神 不信任政府 于是川普就任以来一直致力于恢复传统抽干华盛顿沼泽 这些让深层政府利益集团开始了在媒体上不停地攻击和谩骂 肆意制造舆论和民意 凭空捏造事实 从而搞出所谓的通俄门和荒唐可笑的弹劾 制造族群分化 2020年 中共病毒爆发以来 美国左媒不停地把疫情责任推给川普 事实上 在疫情初期 当川普总统宣布禁止来自中共的航班时 拜登是公开反对旅行禁令的 并将其说成是仇外主义和过激反应 然而 根据数据模型显示 川普总统这种及时的旅行禁令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然而 左媒那些带有显著色彩的所谓事实宣传 激发了相当一部分不了解真相的民众对于川普的不满 11月3日大选以来 层出不穷的选票舞弊行为逐渐曝光 包括幽灵票 死人票投给拜登 一人多票投给拜登 软件作弊 将川普票篡改成拜登票 将川普的选票倒入垃圾桶 烧毁 小黑屋里偷偷摸摸点票 不让共和党人监票 由左派主导的政府统一培训如何改票等等 这些违法劣迹令人瞠目结舍 他们明目张胆 毫不避讳 那些参与舞弊的人很多就是因为被造假媒体所洗脑 蛊惑 还认为否定川普的选票是对的 制造仇恨的步伐并没有停止 11月14日 华盛顿的游行中 数十万川普支持者献身美国首都华盛顿 反对拜登的大选舞弊 维护美国大选的公正 但是在美国所谓主流媒体的涂抹和描绘中 川普的支持者都被描绘成了 一群可能使用暴力的社会不安定分子 当天夜幕降临的时候 支持社会主义者的安提法暴力组织的成员 冲上街头制造混乱 袭击川普支持者 而对这些媒体却一言不发 在川普总统首度召开新闻发布会 呼吁选举公正时 美国三家大媒体ABC、CBS、MSNBC 竟使出了中共的惯用伎量直接切断了直播 11月11日 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发表文章 题目是大选官员发现 全国都没有欺诈 面对全美洪水般的作弊行为 竟然视而不见 社交媒体脸书 推特则是更加肆无忌惮地 挥舞着中共式言论审查的大棒 把川普总统的几乎所有帖子 都打上了特殊标签 更有甚者民众的帖子中只要提到拜登 舞弊这样的字眼就会被打上标签 大选还没有结束 拜登就被这些媒体封为当选总统 并且还在自己设定的不合法的过渡政府期间 激进民主党就已经开始罗列黑名单 扬言要惩罚支持川普的团队和百姓 这与中共清洗异己分子是同出一辙 那些被严重洗脑的拜登支持者 甚至还打出了这样的横幅 上面写着 资本主义正在杀死我们 为社会主义选项而奋斗 那么如果拜登当选会怎么样 所谓美国社会主义支持者安提法 黑命贵等这些街头暴力者 是不是会在仇恨的鼓动之下 转化成暴力武装呢 其实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 法国巴黎公社 就是一帮流氓无产者 将美丽的巴黎城砸了个稀巴烂 上个世纪 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全面崩塌 已经向人类展示了共产主义终将破产 而当今世界还仅剩的几个共产党国家 如北朝鲜、古巴、中共国、列宁市的谎言和暴力 无处不在 人民就像住在大笼子里 秘密警察如影随形 无论是所谓财富阶层 还是普通百姓都毫无安全感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 亿万人民关注着美国大选的原因 因为只有川普政府才敢向中共说不 才敢说出拒绝社会主义 美国大选在微博上的点击量超过100亿次 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也是今年的十月惊奇和一百多年前的十月革命截然不同的地方 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民众呼唤着正义 澳大利亚一位支持川普的人士用飞机喷雾在天空中画下了川普2020 大选看人心善恶自己定 在这看似混乱的局势中 人人都在善恶当中尽情地表现着自己 表面上看似了党派之争 而本质上却是正邪大战 每一个人都在选择 每一个人也都在奠定着自己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法轮功到底如何 这些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 谁也骗不了他们 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 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 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 甚至参与了迫害 法轮功教导的是真 善 忍 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 不要信中共的谎言 别被糊涂地欺骗 自己去了解法轮功 想想看 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 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 当年法轮功师傅李大师 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 您有看过吗 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 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 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 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 而且全部是免费的 您想想这么多年来 从99年开始啊 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 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 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 请再想想看 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 不图您任何的好处 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 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 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 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 又会骗您什么呢 所以下次您再接到 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 请体谅他们的苦心 看一看 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只是希望您好 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 得到神佛的护佑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 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 明慧网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的明慧.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 有关法轮功的资料 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 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 也就是翻墙 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 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 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静化 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好 我是元成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一位创业成功者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陈可仁 是一位韩国人 十多年前来到台湾创业 现在是一家线上游戏公司的董事长 兼总经理 他的创业者道路曲折坎 那么这位四十多岁的创业者 是如何走过人生苦难 跨出创业的脚步呢 又是如何从重创挫折中走向成功的呢 这让我们不尽好奇地想要探寻个究竟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陈可仁是独子 父亲做餐厅生意 家境小康 可是在他十二岁时 父亲高血压中风 导致半身不遂 一家之主倒下了 家庭经济状况急转直下 全靠母亲打工养家 陈可仁小学毕业后 也不得不辍学打工 在他十八岁那年 父亲病逝 坚强的母亲含心如苦 把他送到澳洲专科大学 攻读企业管理 学生返回韩国后 他在一家线上游戏公司上班 担任国外行销业务 1997年11月 韩国爆发金融危机 陈可仁服务的公司倒闭 他失业了 由于先前担任国外行销业务 认识很多国外朋友 以及可以合作的厂商 当时年仅三十岁的陈可仁 募资三十亿韩元 创业成立了自己的线上游戏公司 不到半年吸引了上百万会员 最高纪录 会员达到两百万人次 成为南韩休闲类线上游戏的龙头 他趁势急速扩展事业版图 在中国大陆 台湾 日本 成立了分公司 但由于盲目投资等缘故 三十亿韩元 在三四年内就血本无归 不服输的陈可仁又借贷近三十亿韩元 意图挽救海外子公司 没多久又亏光了 最后只剩下台湾一家 2002年1月 陈可仁来到台湾 意欲图存旧王 然而 他发现台湾分公司 负债近千万元台币 已经难以挽救 他不得不解散公司 2003年1月 陈可仁重新在台湾投资 成立了新公司 他客勤经业 苦熬过四年 终于转亏为盈 2007年4月 有位股东背信弃异 骗走六千万新台币 使公司陷入财务危机 陈可仁很诚恳地向员工 说明公司的状况 让员工自由选择去留 离职的员工给足遣散费 陈可仁宁可苦自己 也要给足薪资 不亏待任何员工 想不到一个月后 公司业绩成长了一倍 度过了危机 接着一整年下来 业绩成长了七倍 员工们都说 神奇 只能说是神奇 对于那位背信弃异的股东 陈可仁选择了原谅 他说 那时我已经修炼法轮功五个多月 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功 我一定走不出那个挫折 很可能追究到底 跟他打官司 甚至用一些不好的手段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 陈可仁又是什么机缘 走上法轮大法修炼的呢 陈可仁从来不信神佛 属于无神论者 太太是韩逸华侨 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 2003年 太太送给他一本中文版的 法轮大法书籍 转法轮 陈可仁阅读了五六页后 觉得非常吃力 就此收入抽屉 这一歌就是四年 2006年底 因缘际会 促使他上明慧网 下载了韩文版的转法轮 这一看就欲罢不能 紧接着下载了 大法师傅的其他经文 看完了所有韩文版的经文后 他下了决心 大法师傅是用中文讲的法 我要拜读中文版的转法轮 和所有中文大法书籍 才能更贴近 了解更多的内涵 于是 陈可仁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就克服之前的阅读障碍 读书的速度越来越快 理解也多了 认识的人都很惊讶 你怎么中文这么好呀 陈可仁说 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的缘故 陈可仁说 大法师傅讲的法都很浅白 看起来也不难 可是事实上 重点是在他的内涵 很博大精深 对我触动很大 我以前是个无神论的人 可是书里面讲的内容 我一点也没怀疑过 我觉得都是真的 看过这部大法 等于是打开了我的眼界 觉得自己真是井底之蛙 每次学完法 觉得自己心性一直在变 一直在提升 也明白应该要做个非常善良的人 反本归真 才是我们人活着的目的 修炼之前的陈可仁 看重物质享受 抽烟 喝酒 赌博样样来 他脾气暴躁 动不动就提桌子 摔手激出气 生完气后 觉得自己活得很累 操心这 操心那的 整个身心很疲倦 影响到肠胃 并且脖子僵硬 经常无法转动 睡眠不好 使他经常晚起迟到 公司员工也跟着老板 养成迟到的习惯 修炼不久 心性脾气越来越好 身体的不适和疲惫都不见了 脸上线条日渐柔和 皮肤光滑 白里透红 陈可仁说 因为我修炼真善忍 所以对员工不生气了 在家里也不生气了 以前我比较独断 不爱听别人的意见 修炼后 我遵循大法真善忍的标准 要求自己 现在我可以说是公司最早到的 精气神都很好 看着大办公室落地玻璃上 醒目的真善忍三个大字 陈可仁说 真善忍 是我们公司的基本精神 我要求员工和各个部门之间都要和善 看到问题要和善地向对方提出来 让对方有改善的机会 对于新进员工 在面试时就告诉他们公司的精神 公司对于新进员工每个月评估一次 告诉他需要改进的地方 会给多次机会 真是不行的 就请他离职 我想 这是给年轻人真正成长的机会 如果纵容太过的话 反而害了他们 我们整个公司都在真善忍的范围中 所以公司的员工和各部门之间 没有派系的纷争 公司自然就稳固 业绩也会维持稳定成长 之前解散了的公司里的一位股东 听到陈可仁在台湾东山再起的消息 就向可仁要求补偿 当时还没有修炼的陈可仁 充耳不闻 为家理会 因为公司倒闭时 已经依法清偿各股东的损失了 在法律上绝对站得住脚 修炼大法后 陈可仁主动找到这位股东 在道义上给他做了补偿 没想到这位股东不高兴 说股份给的太少 要求给他当年投资的相当补偿 陈可仁说 一听我就知道 这是新性考验来了 要怎么过好这一关呢 我心中翻腾了一阵 后来想 该给的就给吧 属于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你也拿不走 陈可仁从自己的股份中 拿出三分之一 给了这位股东 股东非常高兴 之前对可仁的不满全都化解了 他知道可仁修炼了法轮功 又亲眼看到可仁的改变 股东的态度也变好了 他把可仁的公司介绍给他的很多朋友 在公司增资时也投资进来 陈可仁没想到那时的放下 竟为公司带来日后的注意 他说 如果没修炼法轮功 我怎么可能做到这样呢 陈可仁以真善忍作为公司的基本精神 员工之间因而没有派系纷争 公司步上正轨 并且稳定快速地发展 陈可仁说 修炼后放下了很多不好的心 包括对人不信任和利益之心 现在我对公司员工充分授权和信任 很少过问公司的琐事 反而经营业绩越来越好 我把时间用在到景点讲法轮功真相 以及证实法轮大法美好的项目上 觉得非常充实 人生意义非凡 1999年7月20号 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灭绝性迫害 并把迫害大法的阴影伸向海外 陈可仁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一样 不畏严寒酷暑和艰辛 不断地向广大民众讲清真相 让人们了解了法轮大法 真、善、忍 给人带来的美好 让人们明白善恶有报的道理 不要被中共的谎言蒙蔽 以免沦为中共遭受恶报时的陪葬 几乎每个周末的假日 在台北著名观光景点 101大楼的广场上 都能看到陈可仁的身影 陈可仁的儿子 也已经是修炼法轮大法几年的大法小弟子 他经常跟着陈可仁到景点举展板 发送真相资料 不畏辛苦 每到寒暑假期间 他经常回韩国跟奶奶住上一段时间 修炼之前 他喜欢要求 并指使奶奶去帮他买这买那的 修炼后变了个样 奶奶打电话来 跟陈可仁直夸孙子变得又乖又懂事 又体贴 活脱脱是个可爱的小大人 陈可仁说 修炼前我对人生充满迷惑和不安 认为人生苦短 应该尽快享受 认为吃穿住都要好好享受 才不枉此生 但物质上满足后 心里还是很空虚 感觉很苦恼 越重物质 越感到离追求幸福的目标越遥远 但修炼大法 使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同时也变得天天都在幸福中 我在大法中获得的好处 言语说不完 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元成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 我是主持人新宇 欢迎您的收听 言真卿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书法家 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 他还是一名得道成仙之士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言真卿的故事 言真卿自清晨 是狼牙临仪人 他是北齐时 华门侍郎 言之推的第五代孙子 很小的时候 他就勤奋好学 后来参加科举考试 多次考中 十八九岁时 他有一次病了一百多天 躺在床上治也治不好 这时一个道士从他家门前路过 自称北山君 北山君拿出几颗米粒大小的丹沙来救他 他顷刻之间就痊愈了 道士对他说 你有清正简朴的美名 已经记在黄金台上 可以度世成仙 到天上去做仙官 不应该自己沉沦在名幻的大海里 如果你不能摆脱尘世的大网 去世的那天 可以用你的行骸练神阴景 然后得道成仙 道士又交给他一粒丹药 警告他说 坚持节操 辅佐君主 一定要勤俭 有献身精神 百年之后 我在衣水和落水之间等你 丹真华 丹真卿也对自己的才能本事很自负 期待着被重用 而他在学习的瑜侠 也常常留心仙道 考中进士之后 多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 做河西龙左军 成妇屯交兵史 五元县由一起冤狱 久久不能判决 丹真卿来到五元 辨别这起冤案 当时天气震撼 冤案解决之后 天就下了雨 郡中人都称这雨为玉石雨 河东有一个叫郑炎座的人 他母亲死了二十九年了 埋葬在寺庙外面的墙下 丹真卿向皇帝上报了郑炎座的罪状 郑家兄弟三十年被人看不起 后来丹真卿被任命为 殿中世遇史五不远外 当时的全臣杨国中 恨他不依附自己 把他弄出京城 做了平原太守 安禄山叛逆大唐的野心很明显 丹真卿以连连下雨为借口 修城墙 挖沟豪 暗中招兵买马 储备粮草 假意与文士泛舟水上 饮酒赋诗 安禄山秘密地侦查他 认为他是一介书生 不足为忧 不久安禄山返了 黄河以北全部沦陷 只有平原城有所准备 派私兵参军骑马到京城报告 唐玄宗高兴地说 黄河以北二十四郡 只有严真卿这么一个有用的人罢了 我真恨自己不了解这个人 安禄山攻下洛阳之后 杀了留守李成 用李成的首级在黄河以北 招降其他唐将 严真卿怕动摇人心 杀了安禄山派来的使者 对将领们说 我认识李成 这个首级不是真的 过些时候 严真卿为李成弄来帽子 用草做一个假肢体 装到棺材里埋葬了 安禄山派兵守住土门 严真卿的哥哥严稿卿是长山太守 他和严真卿共同攻破了土门 十七个郡同一天归顺了大唐 推举严真卿做元帅 得到军队二十万人 他指挥部队纵横燕罩一带 皇帝下诏书 封他为户部侍郎平原太守 当时清和郡的李厄 在军前拜业 严真卿与他共同谋划 一起在唐义 打败了安禄山的两万多人 后来 李希列宫破了汝州 宰相卢启平常就记恨 严真卿的刚正 要趁机陷害他 就上奏说 严真卿得高望重 四方敬仰 让他去说服李希列 可以不动刀枪 不流血 而平定强敌 皇上应允 严真卿到了辱菜 李希列宴请彭党 让严真卿坐在那里观看 李希列让演唱艺人攻击朝政当戏场 严真卿愤怒地说 你也是人臣 怎么能让下属这样做 于是他站了起来 李希列让人向严真卿问朝廷的礼仪制度 严真卿回答说 我老了 虽然曾经掌管过国礼 但是所记的都是诸侯朝进的礼仪罢了 后来 李希列软硬兼施不成 让人在院子里堆积了柴心 浇上游 命人对严真卿说 你不投降 就伤死你 严真卿自己跳到火里去 那些叛贼把他救出来 严真卿于是自己做了和皇帝诀别的奏章 穆志明和记文 用来表示自己必死的决心 叛贼最后对他施以绞刑 那天是星元元年八月三日 严真卿享年七十七岁 朝廷听到这一消息后 绰朝五日 世号闻中宫 严真卿是四朝元老 德高望重 正直敢言 老当义壮 被掳起排挤 死在叛贼之手 是天下的奇缘 别传说 严真卿将要被吊死的时候 借下金带送给刑刑者说 我曾经修炼过道术 请保全我的躯体为重 行刑者按他的话做了 杀害并埋葬了他 叛贼被平定之后 严真卿家人把严真卿签葬回京 打开棺材一看 棺朽败而实行俨然 肌肉如生 手足柔软 姿发清黑 握拳不开 找透守备 远近的人都感到惊奇 走在半路上 感到棺木越来越轻 后来到了下葬的地方 打开一看 是一口空棺而已 开天撰信记 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 别传又说 严真卿有一次要到蔡州去 对他儿子说 我和袁仔都服用天药 他的药力被酒色破坏了 所以不如我 此去蔡州 必为逆贼所害 你以后可以把我接回来 埋葬到话音 打开棺材看看 肯定与众不同 等到打开棺材一看 道士行和仆说 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成仙啊 虽然藏在铁石之中 但是修炼的时日已满 自然会裂开而飞去 十几年后 颜真卿家从雍州 派一个仆人 到郑州去收租 回来的时候走到洛京 这个仆人偶然来到同德寺 见颜真卿身着白色长衫 张着伞 坐在佛殿上 这个仆人急忙上前 想要参拜 颜真卿转身离开了 他仰着头看佛寺的墙壁 仆人就或左或右地跟在他后边 但他始终不让仆人看到他的脸 过一会儿他走下佛殿 出门而去 仆人也一步步紧随着他 他静止回到城东北角的荒菜园中 园中有两间破屋 门上悬挂着帘子 颜真卿便挑帘走了进去 仆人隔着帘子行礼 并出声致敬 颜真卿说 你是谁 仆人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颜真卿说 进来吧 仆人进去之后 拜见完了就想哭 颜真卿急忙制止了他 于是颜真卿就大略问了问 儿子侄儿的情况 他从怀中掏出十两黄金交给仆人 让他带回去贴补一下家用 还打发仆人赶快离开 祝福他回去之后不要对别人讲 以后家里有困难可以再来 仆人回到雍州 颜家全家大惊 去卖那黄金 竟然是真正的黄金 颜氏子孙便买了鞍马 和那个仆人一起飞驰而来探望 又到了以前那个地方 却只剩下了满眼的真无 其余什么也没有 当时的人们都说 颜真卿师姐成仙得到了 这个故事记载在《太平广记》中 好了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 请欣赏著名歌唱家 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 《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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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词间之の曲 深渊 《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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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凌滇周樲息剑 无敌心山河 荒汗归天边 无敌心山河 荒汗归天边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空中再会